第二届日本台湾新创高峰会在东京开幕 国发会主委贡明星率团参加与会的还有日台企业 超过500人场面相当好的 第二届日本台湾新创高峰会东京登场 国发会主委贡明星曾经担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的 自民党邱生田光一会长 日本三大银行等企业现场超过500人 见证日台更多交流合作 2022年岸田内阁提出创业发展五年计划 台湾2016年亚洲矽谷计划政策相当类似 透过这次高峰会让双边的新创生态系更加紧密 资本跟台湾在数位转型上 或者是绿色的转型 资安防御的领域上也有很多的合作的机会 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就需要更多的新创的创意来做提供解决的方案 国发会期许今年两大突破 突破资本寒冬与市场将界 日台相互投资 为双边创造更多合作商机 三连新闻台北报道